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了神会长的职务 你目前整体的感受 毕纳觉领袖强调感受 整体的感受是怎么样 有哪一些神窟或是神卫的经验 挑战也可以跟我们分析 其实我第一封信我写给神圣 十月一号应该是 我带出的信息就是 但是没有什么想法 不过我最想做的就是 希望我在做这个使命的时候 能够帮助弟兄们 或者跟我们合作的人 都要神卫的经验 虽然我在我灵修的背景有关 我希望我们做的 最后是经验天主 有一种从祂而来的安慰 不论是成功或者失败 都是可以的 所以神卫这个目标为我是比较清楚的 那么在你问我当时一年来 我是蛮多神卫的经验 神卫来自首先是自己的心态 真的有一种信赖对天主 跟兄弟我也信赖他们 团队很多我们准备了审大会 审聚会审大会 这些都是蛮头痛的事情 跟很多人一起开会准备 我觉得我心态蛮柔和的 所以在这些过程我觉得自己跟天主是劲 我也相信我尽量做好他给我的东西 所以感觉跟天主不远 我是喜欢可能性的人 给我一些动力继续怎么想下去 我觉得就是天主给我的安慰来的 这种神哭我暂时没有 反正你说有压力 有焦虑 有一些担心 总会有 看到很多需要跟事情要做决定 好像开始有焦虑了 就是我的时间是不够用 太多事情要回应 好像追不上 然后我知道我跟罗马做报告还没写 就是有一点压力 不过谈不上神谱 就是有压力 刚刚提到罗马 那我知道今年的三月份 你有去了罗马一趟 就是接受新的省会长的培育 可以请你分享一下你在罗马的这个经验吗 比如说跟总会长 跟其他新的省会长们的一些碰面的经验 二三十年没去罗马 所以见到罗马当然有一种清晴感 有回家的感觉 有自己的地方嘛 比较深刻是什么呢 第一个当然 总会长也不是新先生 我以前见过他 也不是刚见面嘛 不过他第一天跟我们全部人聚会 我们大家有十五六位新的省会长 每个州都有 所以也很新鲜大家刚认识 那么总会长第一天来见我们 他不是全程陪我们 他跟我们做半退行 一个主题的分享 那么他主题第一句话 就形容山伊那绝的神恩 在伊那绝的神恩里边 沟通是一个重要的钥匙 去带出其他的领域 所有领域 the communication is key 这是第一句话 总会长得跟我们说 在两个礼拜里边 不同的耶稣会 可以说最优秀的人 在我们面前 讲一些展演不同的主题 不过最深测的就是总会长第一句话 沟通 我当然也联想到我们这个省 比较复杂 是一个领域 一直来的挑战就是我们 很难有一个比起 共同的经验 我们的会讯也很难 比起在不同的地区来共同做 所以这个背景可能特别吸引我出动 我想高通的一个特体怎么样改善 怎么样将它的精神面貌在中华省体现出来的 但是共同就是意涵在后面的推动力来 将成果能够共享 所以这个是我一个很深刻的经验 另外深刻当然也是总会长办这个学习的目的 就是随时不是为了学内容 关系是最重要的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我们就是这一帮新的省会长 这叫同路人的感觉 以后就可以经常沟通 有些什么事 可以请教对方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种意义 所以你问我对深刻之间的两方面 听到其他神的情况 每个神有他的优点缺点 甚至很深的危机 也知道彼此有一种同路人 我们是彼此都在同一艘船上 也可以随时帮忙 所以这种帮忙的感觉是强大的 我们基本是人 基督徒才是收到人 有时候我们的培育 太强调我们收到人要怎么样 或者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 其实没有先强调 我们做人是怎么样